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最新一期的植物小學堂 耶 這集我們要介紹的是 清風和風箱 處處和風樹的區別 Let's go! 首先 我們看到的是 風箱 它是 風箱樹 它的葉子是 掌形葉 網狀脈 葉子是三葉和五葉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這是清風 它是處處 風鼠 風鼠 它跟風箱一樣 都是掌形葉 廣狀脈 但是它是五葉 或七葉 接著我們要來比較 它們的葉子 是附身還是對身 風箱是附身喔 那麼 清風則是對身喔 接著我們要比較 它們的樹皮和光石 風箱在右年時是灰褐色 平滑到晚年時 灰變成暗褐色 然後 它的果實 是球果 那麼 清風的樹皮 則是六維平滑 在慢慢長出的時候 會變成灰褐色 但是在 右樹石 樹幹 則是綠色的 然後 它的果實 跟剛剛的風箱不一樣 它是赤果 最後我們要比較的是 它們的花 風箱沒有花瓣 而且 它是單性花唷 而新風則是有花瓣 它是兩性花唷 它是兩性花唷 謝謝收看 今天的植物小學堂 我們下期再見 夾鑄鑄鑄鑄鑄 我們就叫做 卷類 有著可憐的卷起 手蝶煙 神奇的包子在哪 演技裡 把椰子攀到背面 卷 卷 我們就叫做 卷類 時代叫 泌泡子 提 有 圓 以上 特征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